诗念曲 观身性向 犹如虚空 为什么每一次都讲 观身不静 观身不静是开头啊 开头要我们不住相啊 你已经受到不住相了 再下去 再下去要怎么做 就要跟人们讲 你们都没讲 这么久 从来没有听过 就是要观身性向 犹如虚空 然后呢 观受 观受是苦啊 更久也要在苦 人们苦都没有啊 苦已经消失了 你们还要跟人讲 那个观受不在内外 不住 中间 再来观心 啊 观心呢 咱说 哦 我们这个心都无常心 不许变化 可是呢 最后 那个释迦门口讲 说观心 但有名字 名字姓名 心啊 似乎有名而已啦 那心的心就都离开了 无心啦 哦 无心的心 就是真心啦 你看这个罪上甚的都不讲啊 然后最后一个观法 观法无我 哦 法里面没有一个果 对 啊 已经就无法了 对 啊 已经无法了 法就是 天地无极 四方头 就都佛意了 都含有天地了 啊 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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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说 哦 不得善法 不得不善法 这官法没有善也没有恶 你看 整个罪啊 全部都是极佛心 释迦摩依佛有讲啊 那我们怎么都不传达呢 哦 各位先生 曾经听过吗 就是没有啦 你找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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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 意思就是没听 没人说 那怎么不讲呢 他们难道没有看到吗 一定有 一定有 那为什么不讲 所以我解释很难看哦 这么好的果啊 怎么不说呢 要 要说 哦 这就我们都听到 对吧 有没有 所以哦 这个是很殊胜的 要改操作 是在那里 我身身尽 性相 犹如虚空 观受不在内外 不住中间 观心但有名字 名字姓林 观华不得善法 不得不善法 哦 这么确啊 哎 啊 你能够修到这样 眼前当下一面 就是亿万年 呈现的都是 全体的身心活性 不是都教我们的吗 有没有 所以一定要熟悉 我们熟悉了这些以后 一定可以成就 所以起码内心 诶 时间问题而已 早晚我都一定可以成果的 有信心吗 所以我许都跟各位保证 只要你肯做 绝对成 对不对 再来 诗词 这个不打 知道停止在哪里 就不会为待不安 我们知道停在哪里吗 要停在哪里 要停在佛心里 所以那个子于至上 有没有 那个寡妇者的感叹 说弥满黄鸟 子于秋鱼 何以仁而不如鸟子 说人家那些 那些娇子 到那样 要回家的游戏 那我们人都不知道 要住在哪里 我们要住在哪里 就吃灾 我们不设美的 那个真心佛心 所以吃子就不打 知道停止在哪里 就不会来不安 那我一般 都会追求名跟利 那追求名利 他就不懂 知道说要住在哪里 住在名利 对不对 那个会后悔 自在名利会后悔 所以那个会为了不安 可以长久 所以这个整个保命章 这个下来 所以这个名跟身体 哪一个要亲近一点 那个名是习惯的 我们要重视我们的身 然后身跟后 那个会多 当然是我们的祸会堆积了很多 可是身体假如说不健康 再多的祸都没有用 然后得以往死病 得到跟消除了都得不到的 哪一个让我们在意 那个我们就是要了解吧 得到得了这个重要 那得到完成的这个财产 就不重要 所以那个得跟那个主 哪一个我们重视 事故深爱必大会 我们太过于喜欢 太过于爱的话 一定会很费心 那太过于费心 我们的人生脑多 就你购得不好 那多长必后 假如说我们长的东西太多 那我们这个死掉以后 都是这个所有评价都是在那个东西的上面 没有在我们人的那个价值 人的道德上面 所以我们要吃主不露 然后吃子不歹 知道能够满足了就会受到无辱 然后知道我们应该停在什么地方 就不会为歹不安 这样就可以长久 所以这个是保命 我们要保护我们的 那个真心佛性的心灵 这个是44章 那我们剩下的 19